新闻头条,那我们来看到 随着现代人生活习惯的改变 还有连锁超商及大卖场分分凌厉 传统市场的经营越来越困难 今天在议会财经部门业务质询中 就有不少议员针对传统市场的何去何从表达关心 有议员认为经发局应该提出完善的规划活化传统市场 不过也有议员认为应该尽快办理退场机制 将这些市场用地做其他使用 改善传统市场的环境真的就能吸引人潮吗 市议员林伍中说 如果行销没有创意 那么传统市场的未来还是走进死胡同 我们现在市政务会作为 不管是公有民有就是这样 对盘亚 某个企业说对盘亚就修水管 电线流出就换电线 哪里流出 我问你 这个对市场整个机制 对市场整个人潮整个生意 一点帮助都没有 强调听见传统市场摊贩 不断抱怨没生意可做 林伍中说市府辅导传统市场 一定要有一套完善的创意行销规划 他并且以台北市连续七年举办传统市场节活动 折合市场特色吸引人潮回流为例 建议经发局可以多多参考 而经发局则是允诺 今年的高雄购物节一定会办成 至于您刚才提到的传统市场的 我们要除了硬体要持续改善以外 就是软体的行销的部分要加强这块 其实我们有注意到了 那我也跟 我想我就直接跟议员做个承诺 就是我们今年有编了800万的预算 是这几年来第一次编 传统市场的行销预算 有议员希望能活化传统市场 但也有议员以自己的经验为例 强调随着生活形态改变 外食人口增加 有些条件不佳的传统市场 是时候该启动退场机制了 我自己天天经过林雅市场 我一路从果汁买到炸鸡排 但是我不会去买菜回来煮饭 当然我也许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的代表 但事实上生活习惯它就是这样改变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可以来重新面对 公有市场的转型跟退场机制 我们确实最近积极在办退场 因为真的不要留 那我们愿意办退场 那退场跟上来的办都更也在做了 万事二做 新光市场在做 我们发现说都更下来 大概我们有几个钱 第一个确定金有 第二个是现在处餐时有奖金 我们前面拿了一笔2800多万 差不多可以退一个市场 2800万就个小型的市场可以拿来退场 不管是行销合适的传统市场 活化摊商的生机 也或者是启动退场机制 透过都更将部分传统市场空间 转型为社区拖英或老人活动等公共空间 这些措施再再度考验着 主管机关的决策与执行能力 港路新闻局付天夏秋卒采访报导 小倫与执行